好,再來第9題 甲乙兩種食鹽水含鹽量的比叫做2比3 含水量的比叫做1比2 而且我知道他們的重量比叫做40比77 求甲的鹽水濃度是多少 好,這跟剛剛那一題很像 男女生的錄取率問題 所以一樣我們先畫一個表格 好像有歪掉了 老師眼睛歪歪的,不好意思 我說這個叫做甲,這個叫做乙 再來這個叫做,一個是含水量跟含鹽量 這個叫做鹽巴 這個叫做含水量 那,鹽的甲比乙叫做2比3 所以我就會寫這裡叫做2A 這裡叫做3A 那他們的含水量叫1比2 所以這裡叫做B 這裡就叫做2B 他們的重量比叫做40比77 什麼叫做2A加2B 什麼叫做重量比? 就是鹽加水嘛 所以我知道2A加B 比上我的3A加2B 全部加起來 會叫做40比上77 再來,內乘內等於外乘外 好,所以就等於 43 12 120A 加上80倍的B 就等於 154倍的A 加上 77倍的B 好,所以就等於 丟過去叫做34個A 丟過去叫做3個B 好,所以數字叫做A比B 記得叫做3比34 好,這是第一個段落 第二個段落 我問的叫做 它的 甲的鹽水的百分濃度 所以濃度是什麼? 濃度不就叫做 全部分支鹽巴嗎? 有聽過老師上課的 我就說濃度就叫做 全部分支鹽巴 好,念得清楚一點 全部分支鹽巴 全部是多少? 全部就叫做2A加B 那鹽巴的部分就叫做2A 所以就等於 好,2A加B 23的6R 6R加34R 會叫做40R 盡量不要寫40 還是要寫40R 這樣會比較正確 那A叫做3R 32的6,這是6R 所以一約分就可以叫做3R20 變成濃度 乘上100% 就叫做15% OK 所以第9題 15%